联系男子开车在太太在市区游玩 当时道路车流量大走走停停 不料这时车子后方遭到客运追撞震了一下 男子下车查看发现后保险感已经被客运给撞裂了 而令他更生气的是客运方面原本一开始答应赔偿 但是看到维修报价单之后 态度马上180度大转变 男子质疑 明明当时已经确定是客运司机的疏失 但是双方协调了三四次 客运方面不但没有主动找他谈 还在互踢皮球推责任 让他觉得好像自己才是肇事者 警方就跟我说这个就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还是一直坚持说 就是我击杀 他们司机跟击察哥还有他的上司 一直互踢皮球 一直踢来踢去 好像我被撞好像是应该的样子 事发当天是11月12号 客运公司一直到这星期 才出面跟当事人谈和解 不过客运方面否认拖延赔偿 还强调在肇事结果出炉之前 已经先行达成和解 我们都已经和解了 后来就是依照他要求的 那个修车金额去赔偿他吗 6000块是不是 比那个还高 客运公司强调一切依照程序办理 但民众质疑 客运一开始不认错 之后又互推责任 就算最后和解 诚意也已经大打折扣 记得韩智星大文宾台中云林报导 高望 分复 保 值得